看到這個地方就知道我們要出發旅行啦 這次的目的地是泰國的布吉 第一次去布吉那次我們有玩ATV、跳島遊、森林的飛索都有玩 還有這個激流 全部都玩完 這次打算去那裡好好放鬆一下 主要是去享受世界 這次我們選擇的是香港快運航空 兩個人一個行李八點十分在香港出發 去到布吉就是當地時間的十點半左右 緊急出口 其實是很鬆動的 等過關 等了一個多小時 現在才去拿行李 第一晚就會入住機場附近的酒店 因為來到的時間 原本它寫十點半的 搞一下搞一下 現在已經十二點半了 我們在機場附近的酒店睡一晚 明天就會回到機場去收拾我們的車 預約這間機場附近的酒店 叫做Derek Residence 它有機場接送服務 泰國這邊 他們都流行用WhatsApp 我剛剛也是用WhatsApp打電話給他們 哇 很快 不用五分鐘就已經到這間 Derek Residence 第一晚就近近地 舊舊地 我們先試一下 開箱第一間便宜酒店 但都比想像中大 我打算再奪奪一些 一張大的雙人床 外面還有一個 桌子有露台 不過是沒有景 這邊有一個雪櫃 有洗碗的地方 然後我們去廁所 廁所也挺綺麗的 有一點點泵 但其他也不錯的 乾淨的 它也有兩支水 搞笑我這個 Low Smoking 和禁止榴槤 這裡 237元港幣一晚 已經連了稅 和其他收費 所以我也覺得可以的 而且有Netflix看 它也有毛巾 還有 有兩支 這些不知道是洗頭水 沐浴露 還是護髮素 沒有牙刷和牙膏 幸好我們有自備 早晨 這裡真的很近機場 偶爾就會聽到 飛機飛過的聲音 看看外面的環境 對面已經有間餐廳了 酒店的外觀是這樣的 其實就好像旅館一樣 現在我們的泰國旅行正式開始了